林小竹吩咐原石和原二 把冬笋的外壳给洗净 自己拿着蚂蚁蛋回了火堆旁 开始忙了起来 饭是早已做好的 萧文卓他们的车早就赶了过来 他们的主食也一起拿了过来 还带了一些做好的菜 林小竹只需要把飞龙 冬笋和蚂蚁蛋做好就行了 他先把烤好的鸡兔切好 放到了萧文卓等人面前 道 大家饿了吧 先吃点烤鸡和烤兔 萧萧刚才帮翻这些烤兔子 就已经垂涎欲滴 此时间这些食物放在面前 欢呼一声 伸出手就要去拿烤鸡 不过看到萧文卓的眼睛瞪了过来 赶紧缩回了手 吐了吐舌头 萧文卓看向林小竹 笑着点了点头 道 林姑娘客气了 你这么辛苦 我们怎么好意思先吃 等你忙完了 我们再一起吃吧 萧文卓这话说得极是有理 但是他的态度 却让林小竹感觉到一种淡淡的疏离 林小竹看了袁天野一眼 把盘子给放下 道 那大家随意吧 我那边离不开 我去忙了 说完 礼貌地笑了一下 转身离去 袁天野看着林小竹离去的背影 又转过头来 看了萧文卓一眼 眼眸变得深邃起来 而坐在一旁的沈子翼 却开口道 文卓兄呀 不是我说你 你也不要太见外了 小竹他就不是讲客气的人 让咱们先吃 咱们就先吃好了 反正我是饿了 你们不吃 我可先吃了 说完 毫不客气地拿起一块烤兔肉 就咬了一口 紧急着便大叫道 嗯 真是好吃 又冲着离他们有十几米远的林小竹 高声地叫道 林小竹 你到底是什么人呀 平时做菜好吃就算了 烤个兔子 还能烤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来 我真是服了你了 林小竹远远地笑了起来 道 叶公子喜欢吃 我以后再给你做 萧萧早就是饿了 闻到神子翼那边传来的香味 再也忍不住地看了他大哥一眼 拿起一块烤鸡也吃了起来 来吧 闻卓 不要客气 远天野拿起一只兔腿 递到了萧闻卓的手里 萧闻卓只得接了过去 咬了一口 这兔肉刚一进嘴 他便惊诧地抬起头 神情复杂地望了林小竹一眼 他虽归为太子 却也不是养尊处优 没有吃过苦的 出远门 风餐露宿 是尝试 这烤鸡烤兔 他也不知吃过多少 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 所吃的这般美味 因为兔子全身都是瘦肉 缺少脂肪 烤过之后 总感觉吃起来干干的 而且还带着一股子杉味 但林小竹所做的烤兔子 肉质却是异常的细嫩爽口 半点杉味都没有 鲜鲜适口 嚼一嚼 还散发出一种纯酒的辛香 味道令人叫绝 他不禁由衷地赞道 嗯 味道果然不错 是吧 这兔子 我刚才还帮着林姑娘烤了呢 萧萧见大哥 吃得连连点头 不由得极为得意地 邀起功来 小竹的厨艺 从未叫人失望过 绳子一不爽 萧文卓 刚才对林小竹 那有意疏远的态度 更是不满意萧文卓 对林小竹那审视的目光 林小竹作为玉牌的直友者 能亲手做食物给他们吃 对于他们来说 已是万分的荣幸 这萧文卓 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林小竹 真是不知好歹 萧文卓却没有计较他这态度 含笑着问道 郁公子跟林姑娘挺熟悉 那是 我们是朋友 沈子一一昂头 道 萧文卓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沈子一将鸡骨头一扔 掏出一块雪白的帕子 擦了擦手 站起来 道 我到小竹那边看看 说完 也不等萧文卓和袁天野说话 抬脚就走 袁天野看着沈子一离去的背影 转过头来问萧萧 萧儿 你只比我小一岁吧 吃了一块鸡 又拿了一块兔子肉 正啃得欢得萧萧 抬起头来 露齿一笑 是啊 定了婆家没有 袁天野又问 哎呀 天野哥 你怎么跟我母后和那些夫人们似的 一天到晚 就只问这种问题 萧萧称怒地瞪了她一眼 脸上慢慢地浮起了红韵 没有 萧文卓却接口道 她慈爱地看了看萧萧一眼 你也看到了 这丫头被我母后保护得太好 纯真的跟个孩子似的 作为兄长 我也希望她永远这么快活 不要长大 她转过头来 看着袁天野 所以我们都希望 她能嫁一个很疼爱她的人 让她不受半点的委屈 我不跟你们说话了 我去看林姑娘做菜去 萧萧害羞地打断了萧文卓的话 站起来便往林小竹那边跑 袁天野笑了一下 笑容有些淡 看着远处林小竹忙碌的身影 道 那还不容易 直接在你们西邻国 选一个平行端正的公侯子弟 不就成了 有你看着 谁敢让她受委屈 哼 那些人 全都是声色犬马 溜鸡斗狗的 好不容易有一两个 看着老实的 也都是这样那样的毛病 我母后这几年 挑来挑去 就没有挑到一个好人 前几日 冬月国的安王 倒是来娶亲了 但我看他那样子 唉 怕也是个靠不住的 萧文卓摇着头探道 那可就难了 在你们的心目中 这天下怕是没有一个人 能让你们放心把萧儿 嫁出去的吧 有倒是有 萧文卓抬起眼来 看着袁天野 欲言又止 看起来那边饭做好了 我们过去吃吧 袁天野却忽然站了起来 看向林小竹那边 说完也不等 萧文卓再说话 弯腰端起 装烤鸡兔的盘子 让 走吧 萧文卓暗自叹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跟着袁天野 朝那边走去 啊 你们这么眼见的 林姑娘刚把冬笋给烤好 你们就过来了 萧萧见袁天野和他大哥 并肩走了过来 同样的威武中 布施优雅 同样的气宇轩昂 他脸上的笑容 瞬间如玫瑰般绽放 说话的语调 极为的欢快 林小竹直起身来 看了袁天野一眼 道 找个地方坐下来吃饭吧 说完转过身去 指挥着袁石 袁石 把笋都用刀给划开 这样比较好剥 是 林姑娘 袁石 翠一声硬道 神子一两手抱在胸前 嘴角擒着淡淡的笑 站在一旁 看着林小竹忙碌 眼神一刻 也不离她的左右 萧文卓见了 再一次深深地 打量着林小竹 林小竹的感官 比一般人都要敏锐 感觉到萧文卓的目光 抬起头 直直地向她看来 萧文卓的目光 与她相撞 倒是被她看得愣了一愣 她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女子的目光 是如此地沉浸 沉浸里还带着一种坚毅 带着一种自信 带着一种 不躲不闪的坦然 这个女子 不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